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寒冬将是之际,台积电第四季度财报预计营收持续增长,AI刺激晶片需求高企,带动AMD挥打股价创新高。 台积电第四季度财报显示,四季度台积电实现净利润2387亿元台币,同比下降19%,但环比增长13%,实现营收6255亿新台币,双双超预期。 分业务来看,台积电四季度高效能运算HPC收入增长17%,智慧型手机增长27%,台积电方面表示, 预计2024年第一季度对HPC应用包括生成是AI的需求强劲,但智慧型手机业务可能疲软。 台积电财报发表后,台积电大涨9.8%,零涨半导体板块。 台积电副总裁兼财务账黄仁钊表示,进入2024年第一季度,他们预计业务将受到智慧型手机的季节性影响, 但部分会被HPC相关需求的持续增长所抵消。 随着高效能运算需求的增加,包括台积电,三星在内的高阶系列晶片先进制程竞争, 战火也逐渐从5奈米蔓延到了3奈米。 此前,Jeffreys的分析师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,台积电正在与几乎所有智慧型手机供应商就三奈米技术进行合作。 该公司重申,在二奈米上,其参与度比在类似阶段的三奈米上要高得多,部分是由人工智慧相关应用程序所推动的。 财报也显示,台积电三奈米晶片业务收入占及季度晶圆收入的15%,显著高于上一季度的6%, 7奈米及以下晶片收入占比67%。 业绩指引方面,台积电预计第一季度营收将下降180亿至188亿美元左右, 但在接下来的每个季度都将增长。 而HPC是其中一个关键的驱动因素。 这意味着随着AI浪潮的持续蔓延,去年持续疲软的晶片需求有望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反弹, 行业景气有望复苏。 台积电表示,用于人工智慧AI的高阶晶片需求强劲。 台积电在美国上市的股票1月下旬收盘上涨7.2%, 是近日美国半导体指数中涨幅最大的股票,晶片股提振大盘。 美国半导体股指数上涨超过2%,台积电预计2024年的收入将增长20%以上。 台积电总裁为这家谈及产业景气时表示, 今年全球经济及地缘状况虽然仍不明朗, 不过仍旧看好, 今年整体半导体产业产值仍渴望年增长10%, 晶圆代工则有望年增20%, 预估台积电在美元营收年增幅度将渴望较出又逾20%的成绩单。 台积电最新财报报喜, 晶片股强劲反弹, AMD挥达股价双双创新高。 受AI晶片需求的乐观前景提振, 美国晶片股总体强劲反弹, 讨赢大盘, 一度逼近收盘历史高位。 费城半导体指数和半导体行业ETF SOXX分别收涨约3.4%和3.3%。 作为台积电主要的下游供应商, AMD收涨于1%, 盘中一度涨超3%, 携手挥达股价, 超创历史新高。 据悉, 美国半导体指数在2023年上涨了65%, 并在12月28日创下4233.73点的历史盘中高点, 对人工智慧需求的乐观情绪提振了整体市场。 Engels & Snyder驻纽约高级投资组合策略师Tim Grisky表示, 对于基本半导体来说, 这是一个供需关系的行业, 但他认为你会继续听到有关人工智慧的讨论, 它将转化为许多这类公司的巨大收入增长。 台积电于2023年第四季度挤全年财报, 尽管去年营收小幅下滑, 但预计2024年得益于高阶BI晶片需求旺盛, 营收有望增长两成。 台积电财报公布后, 带动台湾、美国、日本等地证券交易市场指数普遍上涨, 挥达AMD股价均创下历史新高。 挥达股价上涨约2%,最高达到576美元, 而AMD股价上涨超过1%, 达到历史最高为168.60美元。 2023年全年, 挥达股价累计大涨238.8%, AMD则大涨127.6%。 两家公司创纪录的股价, 反映了投资者对人工智慧的兴趣, 而挥达, AMD均是AI晶片龙头公司, 其GPU对于人工智慧大模型训练必不可少, 在过去的一年中, 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。 此前挥达一直是AIGPU的主要制造商, 但业界越来越看好, AMD产品的表现, 有望打破挥达的垄断地位。 此外, 英特尔高低系列AI晶片同样受到业界关注, 已获得科技大厂的订单, 该公司股价上涨约1.48%, 曝光机制造商ASML股价大涨4.53%, 最高达到748.27美元。 目前, 微软Meta公司是挥达AI晶片的最大买家, 均宣布了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的投资计划, 将采购挥达等最先进GPU, 用于人工智慧算力基础设施建设。 台积电法说会召开后, 同样带动日本日经指数上涨超1%, 其中晶片设备制造商东京电子TOKYO ELECTRON股价大涨5.05%, 另一家晶片测试设备公司爱德万Adventus大涨7.92%。 与半导体产业的相关的多家日企, 股价均有所上涨。 行业资深人士Tim Christie表示, 他认为,你将继续听到有关人工智慧的讨论, 他将转化为很多台积电等同类公司的巨大输入增长。 这对半导体行业来说, 是一个供需决定的市场。 作为晶片巨头PMD和辉达的主要供货商, 台积电优于预期的业绩和向好的指引, 带动两家公司股价双双创下历史新高。 Bernstein分析师Mark Lee表示, 台积电预计到2027年, 人工智慧晶片将占其收入的10%以上。 瑞银分析师Jordan Klein在1月下旬给客户的报告中写道, 半导体行业内,预计在人工智慧发展推动下, 头部晶片制造商AMD、NVDA、MRVL将会出现进一步的买盘浪潮。 Cowen & Coe的分析师Matthew Ramsey继续看涨AMD, 将其目标股价从130美元上调至185美元, 并表示该公司专注于AI应用的MI300晶片, 以准备好实现实质性增长。 在12月AMD正式推出MI300后, 他们更加坚信MI300产品组合会使该公司在AI计算领域实现长期增长。 不过, 汇达仍稳作一哥宝座。 Ramsey指出, MI300正在成为生成人工智慧市场中功能越来越强大的替代品, 汇达是绝对的市场领导者。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库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